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 現在市場傳出說 他是默許殖利率持續在飆漲 這導致美股四大指數 在週四是全盤揭沒的 而另外傳奇投資人 也認為說標準500指數 接下來暴跌的幅度 可能會達到有六成以上 而事實上美國的這一波裁員潮 是還沒有結束的 華爾街現在五大銀行 就傳出已經裁員了 高達兩萬人之多 另外在房貸利率的部分 三十年期的固定利率 現在已經來到了百分之八 這也讓房貸組可以說是苦不堪言 而在十年起公債的部分 也一度是有觸及到 百分之五的情況 那麼接下來還有可能 會再繼續往上嗎 對經濟的衝擊會有多大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台經院六所所長 吳孟道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資深分析師陳薇良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有明 大家好 前基金經理人溫建勳 粉絲考 大家好 好 我們先請教薇良 美國聯準會主席包倫 他昨天的這個談話 到底是有怎樣的一個 陰影存在 為什麼這個四大指數 會全盤揭沒 最主要其實是有提到 金融情勢因為有必要進一步緊縮 才能夠抑制通膨 這個就表示說 因為目前來看 尾巴的衝突 讓原油的價格 事實上又往上竄高 會不會引發新的一波通膨的增溫 這個部分其實嚴準會已經 嚴正以待 所以我覺得其實控制了 一年多的通膨 其實當然初步有收到一些成效 不過這就像是這個 還差最後一里路 沒有把通膨 真的打到聯準會的目標之下 其實是不能有任何的鬆懈 那當然也更不能讓市場 有產生任何預期心理 認為聯準會早已放寬了 然後不會再升息了 那大家可能這個時候 一旦鬆懈之後 整個通膨萬一真的 在年底之前又失控 這後面付出的代價很沉重 尤其明年就要總統大選了 但他的這番談話裡面 其實也另外提到 升息的必要性 卻也已經降低了 所以這整個解讀起來 我們會發現 其實鮑爾的談話裡面 他就是音中有歌 歌中又代音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就讓整個市場投資人覺得 曖昧受盡了委屈 因為你會不曉得到底 接下來的利率 要怎麼樣去看待 不過當大家每次惶恐 或者說找不到方向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就冷靜一點 再去看一下Fail Watch 就是說其實當然嘴巴說 談話是一回事 因為談話主要是影響 市場的風向 跟投資人的心理預期 但是這個Fail Watch 比較像是真正在投資的人 這個掌管錢的人 他們在想什麼 所以目前Fail Watch的顯示 11月 12月 應該是不會升息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在於 這個傳奇投資人 John Hussman 他提到現在美國的股市的估值 非常之高 有多高 這個幾乎可以比你為 過去有兩次很大的大泡沫 一次就1929年 一次則是在2000年 當時都是因為股市衝高以後 然後產生崩跌 所以對於在市場上 比較久的投資人 對於這個慘痛的經驗 應該還是銘記在心 所以他提到現在有可能是 第三次的大泡沫要來臨 他認為標普可能會暴跌63% 我覺得當然 這個會讓投資人心裡會 六成以上聽起來很可怕 很害怕的感覺 因為這個再跌下去還得了 不過我覺得 因為個別公司有可能 因為其實這一波景氣的考驗 的確讓很多中小型企業 財務體質不佳的公司 慢慢的就是被淘汰出局了 但是我們講 如果你要看指數 因為畢竟像 標普500前五大公司 最大的是蘋果在微軟 另外還有像輝達Google 還有亞馬遜 這些公司 其實他們的現金狀況很好 而且獲利水準也高 再加上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本益比 並不是特別高 特別是我們再強調 標普的第一大成分股是蘋果 蘋果是價值投資股神的 第一大持股 所以蘋果不會泡沫化 因此美股其實不容易泡沫化 也不容易暴跌 所以我覺得當然我們可以參考 但是我覺得未必 這樣子的提醒 真的會成為 可能今年下半年 到明年的夢魘 那再來關心一下 這個美國的金融業 美銀富國花旗高盛 摩克斯坦利 這所謂的華爾街五大投行 合計今年以來 大概裁掉了兩萬個員工 所以其實金融業掀起財源的風潮 我覺得這反應就是說 大家擔心景氣可能會低迷 持續一段時間 那一方面我們必須解釋 為什麼生息好像傳統上認為 應該是有益於金融業 結果金融業還苦哈哈的財源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聯準會持續的把利率升高 升高再升高之後 當你高到一定水準之後 請問會不會壓抑整個借貸市場的需求 一定會 所以譬如說銀行業過去 他就是要以放款為主要的 利差收入來源的時候 他的信貸 房貸 車貸 其實這時候需求就開始下降了 所以到最後業務量收縮之後 他也只好就是緊縮 他的人力部署 其實長遠來講還有一個原因 我覺得走向AI化 就是很多東西其實 所謂的自動機器人 他也能夠去取代傳統的人力 當然高利率的副作用 還有就是反映在 目前美國的房市非常的疲弱 因為現在美國的房貸利率來到8% 其實時間點如果倒回 不過兩年前的時候 美國房貸利率才3%而已 這真的很可怕 什麼叫暴力式升息 3%一下變8% 所以如果你有背負房貸 你就想這個壓力多沉重 我們如果以購買40萬美元的 房屋為例 然後如果你是貸款8成的話 那現在的每個月房貸支出 大概就要多出1000塊美金 所以折合台幣就3萬多了 你想想看 現在很多的美國的個人家庭 要嘛自己已經面臨了減薪 或者甚至是被裁員失業 然後你的生活的支出 因為通膨又增加 然後再加上房貸 那房貸率這麼高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沒有辦法去負擔 那可能會衍生出法派物的問題 那再來 本來有醫院想買房子的人 當然就縮手了 那不買房子 可是你有居住需求的時候 會怎麼辦 租屋 租屋可能就會推升 美國的房屋的租金往上 不要忘記 其實今年在討論通膨當中 有一個非常核心的影響要素 就是美國的房租成本不斷的墊高 所以這個會環環相扣 形成一個對通膨的惡性循環 當然就目前來看 當然也有一些相關的單位 現在已經覺得 必須要發出求救 所以像財政部長葉倫 寫信提到 希望說能夠有一些救濟的政策出現 那多位的美國經濟學家預測 今年美國的乘屋銷售 就所謂的中股屋 那預計可能會減到2011年以來 最低迷的水準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個扮演經濟火車頭之一的 美國房地產 已經嚴重受到高利率的傷害跟打擊了 好 另外再請教薇良 大家非常關注的 這個公債殖利率的部分 現在10年期的公債 一度飆破了5% 那麼接下來還有可能在往上嗎 好 那其實5%的殖利率 就我們畫面中畫的這條線 它的的確確對於 不管是說投資人的心裡面 是一個重要的臨界點 那對於經濟股債是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界線 那我們可以看到藍色的 就是美國的時間期公債殖利率 在過往歷史上 有沒有出現過5%以上 有 而且其實還遠高於此 不過我們就拿了比較接近了一次 大概也已經差不多是二十幾年前了 你可以看到在1999年到2000年的時候 這個公債殖利率就從大概5%這個位置 繼續往上飆高 但是重點在於 你看 殖利率往上飆高的時候 股市雖然會受到一些震盪波及 可是它的方向仍然還是繼續漲的 直到什麼時候趨勢轉向 就是連準會降息了 公債殖利率呈現了大幅度下滑的時候 股市就正式進入到空頭 為什麼 因為其實殖利率上揚的時候 當然股市的本益比會因此下修 下修的話有一些個股 如果它本身的體質不夠好 成長動能不強的 那你本一筆下修之後股價就跌了 那再來對於債券市場來說 反而就是最佳的佈局點了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幾乎就是像是一個 鏡像的反應了 就像鏡子的折射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 這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藍色這條線 只要它往上 然後債券的價格就會往下 所以反之來說 我們看公債殖利率 如果在5%以上 然後到頂了以後 那你看其實債券的價格 就是在最低點 所以我認為 如果想要佈局債券 相關標的投資朋友 那你不妨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存續期間 因為這攸關於 我們現在在佈局債券 其實等的就是降息 但今年不會降 明年上半年應該也不會降 最可能最快 是在明年下半年降息 然後兩次 但是一旦降息趨勢形成之後 利率可能就從5.5% 慢慢往5%以下 4%甚至3%逐步的降下去 我們想知道就是降息的時候 到底債券ETF會漲多少 其實大原則就是 越長天期的債券 降息的時候 它價格上漲的幅度就會越高 所以我們抓出目前在國內掛牌的債券ETF 規模最大的前三名 這分別就是1 2 3 都超過1000億元 我們就跟大家講 其實可以找出他們的平均存續期間 這什麼意思呢 未來只要聯準會每降息一個百分點 這些債券ETF 它所持有的債券價格平均的漲幅 也就是說如果以00772B來講的話 當聯準會降息1%之後 它平均就會漲13.61% 依此類推 所以像是00679B的話 就是會漲16.08% 對 因為降息可能在明年下半年 然後你注意到2025年繼續降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不是為了下個月來做債券ETF的投資 你是為了也許一年半到兩三年後 這樣子的持有週期來做佈局 那這段時間你可以先賺它的配息 那未來等到降息之後 又有資本利的價差 我覺得合計起來 兩到三年其實獲利超過三成的幅度 算是合理的計算 但是切記就是千萬不要有那種 好像投資股票的心態 想要一筆塑哈 就這個撈底之後 就期望它馬上噴出 是不會的 所以現在你可能要把資金拆成多筆 然後分散買進 好 剛剛微良 但我們看到 如果說美國要降息的話 最快這個時間點 可能在明年下半年 那麼到時候如果降息 因為長天期的美債ETF 它的價格上漲幅度 也可能會是最高的 不過剛剛也有提到 十年起的公債殖利率 是一度有觸及到5%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導致在今天其實整個雅谷 都是開低的 我要請教永明哥 為什麼這個長債殖利率 會一直往上面飆升 現在市場這樣的一個看法 其實是不是比較兩極荒 對 現在市場上 有分三種派別 一個當然是比較樂觀 一個是中性 然後另外一個是悲觀 等一下我們一一分析 剛剛這個微良 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現在有很多的投資人 買長天期的ETF 公債的ETF 他們之前的一個想法 都是認為說要降息了 所以我進去買 相對來講的話 因為槓桿的關係 所以價格跳動得很快 但是今年下半年卻出現了一個 很奇特的狀況 就是不是因為降息的關係 有其他的因素 造成那個一直在破底 ETF一直在破底 所以很多人就在講說 為什麼短的沒有漲這麼多 但是長的一直在飆 對 那ETF的殖利率一直在飆 長的一直在飆 價格就一直在跌 所以大家每天早上心情都很差 持有這些長天期ETF的人 所以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這會不會是 美國聯準會的一個陽謀 對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樂觀派的人是這樣想 第一個 Bauer的一個談話 他說債券市場 正在為我們的FED 做了一些工作 原則上殖利率的上升 有助於推動經濟的復甦 換言之 越長天期的一個 殖利率上升 那就代表你看好 未來美國的一個願景 所以你通膨數會往上走 經濟成長也會往上 所以你要給我一些風險貼水 這樣子的話 殖利率上升是可以理解的 金融狀況的收緊跟邊際 會減少聯準會進一步升息的必要性 講成白話文就是 我們現在不升息了 但是我透過 長天期殖利率的上升 他所達到的邊際效用 其實是一樣的 也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效果 來代替我的升息 如果是這樣的話 目前看起來就像是陽謀 另外華爾街的看法就是 對 因為你長天期的殖利率上升的話 美國經濟向好 對不對 然後淡化了 從去年7月以來 短長天期的一個殖利率倒掛的問題 所以當時的整個樂觀派的一個氣氛 擬定出來的投資策略 就是把美元的資產 因為他們看壞美元了 因為不升息了 不升息的情況之下 把美元資產轉向去投資黃金 好 這是第一個 因為黃金也可以保值 第二個部分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當它一旦飆破了5 因為昨天是盤中過 但是收盤沒有過 4.99 4.98 然後又拉回來 對 又拉回來了一點 等到你正式破的時候 開始分批來買進 這個所謂十年期的一個公債 對 所以樂觀派的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費得是不是有能力去控制 長天期的一個利率 好 殖利率 搞不好真的有 因為有一些投行的看法是 費得是去年縮表之後 維持每個月最高 大概600億的美金 跟350億不動產 MBS的 這個到期的不投資 好 這個是我不在市場上 去買債券 但是另外有一個可能 我手中有的債券 我去拋售 我去拋售我現在手中有的 10年期 20年期的 長天期的一個公債 向市場拋售出來 對 那造成什麼樣 造成它的價格是不是下跌 因為債券的供給量變多 以前我是買回來 所以債券變少 現在是我拋售 債券就變多 債券一變多 債券的價格下跌 殖利率不是就上升 所以這個會不會就是 用這種方式來去控制 讓長天期的一個一直標 來代替所謂升息的效果 這個就是他們的想法 所以我不用升息 我直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可以達到很一樣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樣子 一講的時候 大家就比較理解 是說為什麼短天期 跟長天期之間 又會跟上半年正好顛倒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既然你都一直在拋 所以在還沒有確定 你拋售告一段落之前 我們都不要貿然進場承接 這個是中信派的 那悲觀派的包含像 末日博士的想法 這個盧比寧跟谷歌漢 裡面的一個這個執行長 投資長的話麥納德 他們就在警告 第一個就是你國力 你美國雙四次增加 然後經濟的實力下滑 所以ETRACOS這樣的一個 爆倉的事件 還會再繼續發生 如果繼續發生 我為什麼要持有你美國 長天期的公債 因為你不值錢 所以你價格要繼續跌 你殖利率要繼續飆 如果是以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會有金融危機 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個地方完全不具有投資價值 而且站穩所謂的5% 是變一個常態 所以現在如果按照 這個樂觀 中信 悲觀的一個看法的話 我的結論我比較傾向於這裡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現階段來講的話 比較偏樂觀 對 就是短的跟長的之間的一個脫鉤 正好是上半年度倒掛的一個顛倒過來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講法 目前我看到的經濟數據都是好的 對 所以我比較傾向於這樣的解讀 好 再請教有明哥 現在市場最大的變數是不是以巴掌爭 如果以過去曾經發生過這個地緣風險事件 來對照在當時的一些波段跌幅的話 有沒有可能去推測出 可能落地的時間點 非常有可能 第一個我們今天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 一個的話就是長天期為什麼一直飆 第二個會不會有二次通膨 那二次通膨很多人看的新聞 每天越看越嚇人 都是覺得以巴衝突 大概就會跟這個俄烏戰爭一樣 就歹戲脫膨又變成一個常授劇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歷史上 就是說整個我們把什麼 伊拉克 陸欣 科威特 韓戰 911 就二戰之後所有地緣政治的攻擊恐攻 我們全部做了一個比較表 那這個比較表裡面 還把這個所謂的標普 波段的跌幅 落底天數跟收復師徒的天數 換言之落底加收復 就等於一個循環 這樣一個循環 那其中當然比起來的話 我們會發現最多有跌到16.9% 看起來很嚇人對不對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是有特殊的情況 我們把以色列的挑出來 就跟以色列有關的 比如說以色列慕尼黑產案 再來以色列蘇伊斯運河的危機 以色列六日戰爭 以色列贖罪日 就第一次石油危機 我們把四個跟以色列相關的 對 我們最後做了一個統計 第一個 最多跌幅就4.3 沒有超過5% 那聽起來就覺得這個對不對 心上的一塊石頭落了一半地 然後另外最常下跌是100天 但是100天裡面 大概也只有在4.3% 那換言之就是以盤代跌 那最少跌幅是0.6 最短下跌天數是3 3天 對 就是下跌到收復是3 所以聽起來好像也沒有很嚴重 所以最後我們來總結 就是這件事情 如果歹息一直脫膨下去 會不會變成二次通膨 這次的西德州原油的話 也跟所謂布蘭特原油 一步一驅 基本上高點都沒有過 就這個高點都沒有過 更遑論俄物戰爭時候的高點 而且兩個差很多 所以換言之的話 現階段市場上 當然還是主流的聲音 認為會二次通膨 但是如果就實際上 油價的一個 期貨表現來講的話 並不支持 再來我們看一下衡量CPI裡面 有很重要的 剛剛這個衡量有提到 一個叫房租 一個就是運輸成本 運輸成本衡量的絕對不是原油 而是燃油 這燃油包含汽油跟柴油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把 所謂的汽油柴油跟油價之間的關係 我們把它抓出來 這個時候會有一個指標 叫做劣解價差 所以劣解價差的意思就是 當劣解價差很大 比如說藍色這條線 劣解價差開始一直不斷的上升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油商 他就願意去鏈解這個油 他就會在市場上 買比較多的原油 然後回來提煉 然後只是要銷售在市場上 變成柴油跟汽油 如果是這樣的話 油的需求會增加 油價會繼續漲 所以就推升力量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關係 就是劣解價差跟 劣解廠商的獲利 跟未來油價是呈現正相關 反之的話就是正好顛倒 但是我們看一下 這一次紅色線的一個部分 是西德州原油 藍色線的一個部分是劣解價差 你會發現這個 其實中間在擴大 對 在擴大 所以意味的就是什麼 意味就是劣解價差 他根本賺不到錢 所以這個會去減少很多人 在冬季去煉油的一個可能 他就不會在市場上買很多的油 不會買很多的油 就不會去推升油價 就不會推升第四季的CPI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二次通膨縮就不扎實 然後未來暴力升息的可能性 就會降低 那也就是說費的唯一能做的就是 他可能不升表面的息 但是他去拋售長天期的公債 然後讓殖利率上升 但是凡事都有一個鏡頭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我覺得十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一旦突破五的那一天 很可能就是你可以分批 買進很多相關ETF的那一天 好 剛剛有明哥帶我們看到 大家都會擔心說尾巴衝突 會刺激國際油價的一個上漲 甚至會引發二次通膨 但其實對油價的刺激是沒有想像中這麼大的 不過我們現在也要再來關注的是華爾街日報 所報導的 就特別提到說中國竟然是不排除會爆發金融危機 請教建勳 中國現在如果真的有可能爆發金融危機的話 還是因為房地產的一個問題太過嚴重嗎 今天那個合作的董事長 他講說現在中美貿易戰的事情從3.0 未來不排除變成國安層級變4.0 也就是說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華爾街日報他怎麼會講出對中國好的聲音 當然反過來講 你在中國媒體就看不出對美國友善的聲音 那我們做基本面的研究的 我們就不以人費言 我們來聽聽看華爾街日報 他怎麼去評論說 這不排除會發生金融危機的一個邏輯性在哪裡 這個整個網友大概看過 他邏輯性大概是說 第一個你的這個地方在里是 在台高足的 第二個是你的這個 還有就是房地產泡沫 最後導致你的金融機構可能失靈 最後導致金融危機 他的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IMF講說 他說有一半的債務重組成本 會使這個金融的機構 承擔4600億美元的一個損失 我就問為什麼要重組成本 就是因為中國的地方債是不是很多 我常常到齊了 我要借薪還救 借薪還救我有手續費 我要重新做成銷 我要重新的去做Marketing 去做行銷 當然中間的利息費 我以為他在付 所以這個重組成本就4000多億 所以光是利息跟手續費就4000多億 你就想想看他的本金跟母金 到底有多少 非常的高 第二個他如果用這些參數再下去推說 我的未來三年的成長率就1% 房地產繼續下滑的話 會導致我的銀行的金融資本氏足率 會從11%驟降到2025剩下7.1% 這個稍微解釋一下 資本氏足率就是這樣子 我拿100萬去銀行存 銀行把這存進去了之後 他又把這100萬拿出去貸款 銀行隨便空手道 所以金融機構是不允許 這樣空手道的情況 所以被規範說 你還是要有自由資金 對 這個有點像自由資金的概念 資本氏足率 對 就是你自由資金去做的 風險性的資產 它現在只有11% 未來只剩7.1% 你知道我們現在台灣有多少嗎 大概有14% 所以我們官方的監購 監理機構 要求的這個比例大概是14% 就是說我們的資本氏足率 這樣子是不會有問題 但是中國如果未來掉到10%以下 就會有金融危機的一個可能性在 最後所以他不排除說 會爆發金融危機 邏輯性是這樣 三個步驟 就是第一個是泡沫的房地產 第二個是債務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他的金融機構的失禮 那我們看房地產的情況 碧桂園最近又出包了 對 他最近有一個1500多萬美元的利息 沒有到 最後期限之內還是付不出來 1000多萬美金對碧桂園來講 非常的小 你看他連這個小錢都跳票了 都沒有辦法 他未來還有152億美元 這個是要怎麼辦 你連0.15億美元都還不出來了 小錢都還不出來了大錢 這個外來有很大的一個未爆彈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再來看 中國的開發商指數 現在已經跌到了14年來的新低 我今天早上同事在看盤的時候 突然跳了 跳 叫了一下說 上陣指數要跌破3000點了 對 在今天真的是跌破3000點 對 股市就除市 就是經濟除瘡 所以中國的經濟在出一些問題 那再來恆大現在股價剩多少錢 剩0.26港元 0.26港元 大概只剩下一塊千來比左右 我們講說他已經是雞蛋水餃股 但是雞蛋水餃股 跟你說你不要來蹭我的這個價格 你根本價格比我差很多 現在Seven的一個雞蛋 大概要10塊錢 水餃大概要5到6塊 所以你還在你才1塊錢 對 所以說這個開發商指數 跟恆大的證券的這個市值 掉得非常的多 那最後就是要斷尾求生 傳出現在中國第14大的房企 叫做世貿集團它的主席 它賣了這個養牛廠 我真的覺得它是養牛廠很厲害 它還可以套現多少 套現50億新台幣 它到底是講的是金牛嗎 還是什麼乳牛 不知道是地很厲害 還是它的牛種很厲害 總之它把這個澳洲的養牛廠 套現了50億元 我們知道那個恆大的許家 已經被收押了 所以現在很多賣房子的賣房子 賣飛機的賣飛機 現在連乳牛廠 養牛廠都拿出來賣 所以套現 所以反映出來說 中國有沒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可能是有 但是我們不斷定 我們就繼續的再觀察下去 不過我們要請監視 再帶我們看 中國大陸的這個車市 如果光看表面的數據 你會覺得它好像賣得越來越好 但實際上 這中間是有貓膩的 你在剔除掉出口之後 它其實已經是五年 都是在下降的情況 其實今天我們講的是 中國大陸的車市危機 但其實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 已經先戳破了美國車市的危機 你知道嗎 馬斯克他自己說高股高息的環境 不利於汽車的一個銷售 所以此話一出 讓特斯拉股價下跌了9.3個百分點 然後台灣很多特斯拉乾淨股 也都鼻青臉腫 相同的邏輯 在淡貨大陸也是這樣子 它看起來這個紅色的出口 包括整個車子的賣 看起來賣得不錯 但是你剔除了衝口 其實是連續五年 內需市場是在下滑的情況 所以它主要都是以出口為主 所以這個是中國車市的危機意 中國車市的危機二就是 最近歐盟在對於中國的車市 出現了翻傾銷調查 所以以後你要賣到 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容易 第三個危機三就是 他們最大的寧德時代 就是他們的電池大廠 市占率最好的 目前市占率是不斷的 在往下掉當中 他說中國市場的車子賣不動 是造成它往下掉的原因 兩百萬台幣的電動車賣不好 我可以接受 一百萬的賣不好 我也沒想可以接受 你知道現在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都多少 都十萬塊人民幣 就是四五十萬的電動車 如果連這個五十萬 很平價了 五十萬四十萬電動車還賣不好 那我就覺得這個經濟體 可能是有問題的 我們最近在網路上 也有一個很大的討論 熱搜 就是你的存款有多少 而且在年輕人造成了 很大的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來看 你的存款區間在哪邊 占無存款百分之十二 零就是月光族大概只有零 那一萬就是人民幣以下 百分之九點三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兩成 有兩成以上的是窮忙族 就存款不到人民幣一萬塊 大概是台幣四萬 對 那不只如此 還有工作 他是跟工作十年之內 都叫年輕人 就是大概三十歲以下 都叫年輕人 是工作十年之後存不到錢 他有百分之四十左右 是存不到十萬塊錢 就是你工作了十年 理論上要娶妻生子 要買房子了 但是他存款 其實是不到十萬塊錢人民幣 其實這個表格裡面 我除了看下面之外 我還有看上面 上面是看人家 蠻沮喪的你知道嗎 存款一百萬以上有多少 六點三個百分點 就是說工作十年以內 我有百分之六的人 是存款 存到四百多萬新台幣的 這到底存哪邊來 所以熱搜裡面 也在討論說 你這是不是靠爸族 你這是不是靠媽族 你這個裡面 到底有沒有鎮餘的情況 甚至貧富差距很大嗎 對 M型化其實很嚴重 剛剛簡訊我們看到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中國大陸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尤其現在年輕人失業率高 也導致很多人的手上 幾乎是很難去存到錢的 我們說到中國的經濟 現在面臨到隱憂 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在美中科技戰 美中科技戰之後 大家就說全球的供應鏈 開始重組了 越來越多的廠商就開始 中國加一 甚至是離開中國大陸 當然請教吳所長 真的是如此嗎 最新的這個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其實現在 包括墨西哥 印度跟越南 他們有一個很強大的對手 竟然是中國的內陸地區 是 這個很有趣 因為大家想說 反正我要走了 我要走一定是往哪邊 更便宜的地方走 對不對 那裡面當然就包括越南 包括墨西哥 包括印度 甚至大家都預期 搞不好中國未來的世界工廠的地位 可能就會被這三個地方給取代 但實際的情況是 我說我們看 直接看數據說話 當然我不是說 中國的這些工廠 不是沒有往這些 有 但是你發現 可能有一些地 也有一些相較於來講 可能不是想往外的 他可能會怎麼樣 他可能會想說 我還是找便宜的地方 但是他可能往內陸走 為什麼要特別往內陸走 我們直接看數據來講 第一個現象是什麼 從2018年年初以來 為什麼要講2018年 因為什麼 因為2018年就是 中美貿易戰開打的第一年 對 川普那個時候 對 你把那個基準點放在那個 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 中美貿易戰對中國 這樣的一個牽產的衝擊有多大 你發現他什麼 中國中西部的15個省份 那這個中西部 其實就是內陸的省份 他的出口基本上累積 竟然成長的94% 然後同時間 我就想這個對比很好 成長九成以上 對 成長九成以上 將近一倍 但是同期間 你發現什麼 越南 墨西哥還有印度 他們大概也是很成長很多 但是他成長很多 五六 五十六% 四十三%跟四十一% 其實跟他內陸地區的 這一些相關的出口成長 還差了大概 就只有他的大概二分之一左右 等於是從沿海跑到內陸去 對 其實你可以理解 還是沒有離開中國 對 他其實沒有離開中國 但是我說 這其實背後有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事物 我們等一下會詳細分析 第二個現象是什麼 今天你如果覺得 這個時間可能拉得比較長 可能不準 你今天看今年的一到八月 他直接跟你講 同樣也是一樣的 中國這十五個省份內陸的 他基本上 他整個出口規模 高達六千三百億美元 但是這一段期間 一模一樣一段期間 墨西哥 印度跟越南 出口基本上就是五千九百億 四千兩百五十億跟三千四百六十億 都比這一些中西部 省份的規模來得小 所以這個其實簡單來講 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你看起來他的成長力道比較低 而且你就規模來講 他的內陸地區這些省份的規模 也比你這些其他的地方 所以你說 是不是世界工廠的角色 真的會移轉到印度 越南或墨西哥 我覺得要打個問號 值得觀察 因為其實還是在中國內陸 那其實還是在中國 是 沒錯 那再講個第三個現象 第三個現象 其實一樣 一到八月我就講 我們都講 最近中國出口連五黑 所以你如果去看一到八月 中國基本上整體的出口衰退多少 五點六% 整體衰退 但你如果去計算那些內陸城市 你不去 就把沿海把它剔除掉 沿海城市 基本上你發現到什麼 其實整個內陸地區 它整份的出口成長 竟然將近1% 它是正成長 它不是衰退 所以這為什麼要講 這三個現象 其實是講 用數據來表明一件事情 我說廠商確實會 因為中美貿易戰 可能會想要去 就是去外面去發展 或是去設廠 或是去移裝船 但是他也有一部分的廠商 可能想的是什麼 我就往內陸 中國加一其實還是中國會做 對 這個其實就背後 我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有一些可能原因 我們等一下聊 我們先看一下出口變化 說這個其實就是我剛剛講 很清楚 你發現到這五年來 從二零一六年來 發現中國大概就是中國 從十三點一怎麼樣 直接跳到二零二一的十五點一% 占世界的比重 它的出口 那你就發現到其實 上比在往上 對 如果這其實就是把前面前十大的 這一些出口國家 拿出來看到 只有中國跟臺灣 這兩個基本上是增加了 比重增加 對 其他國家 基本上全部都是負的成長 那你其實也可以理解 因為大概這過去五年來 其實說真的 臺灣出口到中國的比重 確實在往下滑 但是老實講真的 這個比重 基本還將近四成左右 大概還有四成 所以其實簡單講 中國出口比重 一定會拉到臺灣的出口比重 那我說背後到底 真正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我說四大原因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第一個 政策 什麼政策 其實我都講了 其實你發現要從2008年 金融海嘯之後 中國一直在幹一件事 什麼事情 它叫區域結構的調和 那個平衡發展 什麼叫平衡發展 他其實就簡單講 因為過去大部分的 這些所謂的資源 或者是這些資訊 全部都集中在沿海地區 他覺得這個 不捐衡發展 對他的內陸 基本上就是 對他整體的 中國基地發展不好 所以他把一些想辦法 把一些沿海地區的資源 慢慢趕到內陸去 那這個其實平衡發展 自然就會怎麼 就會去帶動整體的 這些內陸發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成本的問題 我們講 剛剛講的嘛 你去墨西哥 你去越南去印度 你考量還是成本 內陸其實說 相較於沿海 它也是成本 相對比較低廉 不管是土地 不管是能力 所以當然廠商 有意願往這邊跑 那第三個是什麼 基礎建設 那當然我就講 其他國家說真的 我不是說他未來 不會趕上中國 但是目前看起來 整體的基礎建設 還是中國相對 短時間要追上還是有難度 對 有難度 最後最後一個 我覺得這個最有趣的 產品 為什麼要特別講產品 我說會出走的 很多都是因為什麼 考量到 美國可能會制裁我 所以有一些高科技 我就會當然往外走 但是我說大多數 有什麼 很多傳統產業 包括什麼 做衣服的 或者是賣玩具的 或者是這些相關的 就比較傳統產業 這一些 我當然我是留在這邊 感染比較好 因為美國不會制裁我 那我既然我可以 這邊比較好 我當然就留在這邊生產 那如果照這樣看的話 中國大陸應該是 經濟狀況還不錯 因為很多的廠商 還是選擇留下來 我們看他們最新公佈的 這個第三季的GDP 年增百分之四點九 這是優於市場預期的百分之四點五 但是現在感覺上出口還不錯 但整個內需消費 是真的比較疲弱嗎 我應該這樣講 內需消費 其實相對 出口相對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有一些支撐 其實說真的 這一次為什麼 第三季的經濟表現 比預期好很多 主要就是因為消費帶動 就是他其實消費還不錯 所以消費沒有大家想要 做那麼差嗎 我就講 因為你看前三季 我說為什麼會成長四點九 裡面他跟你講的 最大的貢獻來源就是 消費貢獻的八十三點二 我這邊把他的圖寫他出來 你看三級產業比重 你看看得很清楚 他自從二零一三年 開始跟這個製造業交叉之後 第三級產業我們都知道 這個就是內需服務產業 其實就主要消費為主 他現在的比重 基本都在五成以上 所以他其實對中國經濟的拉抬作用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作用在 我更不要講 我就講 就用股市圖來講 我就講 從疫情發生的時候 負成長這麼多 一滴比一滴高 這代表什麼 這其實就是 因為我不是股市專家 我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是說 中國消費可能最糟的實況 可能已經過去 現在可能慢慢再復甦 但是強不強 我覺得要留意下一個風險 下一個風險 我們下一頁 我說下一個風險 我就說 房地產嗎 對 還是最危險的事 還是房地產 我說其實現在最擔心 還是中國的房地產問題 為什麼 其實他跟消費也有關係 我意思說他牽動的 不只有投資 房地產我們都這樣 就是投資 他其實跟消費也有關係 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看投資 我說你從下半年看得到 中國政府一直在做一件事 他刺激這些所謂的那個消 不是消費 刺激房地產 真的一心理由跑出來 不管是認房不認大 或是什麼把你的投機感降低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固定磁場裡面 我想投資還在往下走 你發現剛剛我們消費 已經慢慢開始 都往上 投資還在往下走 投資往下走裡面 最重要就是因為什麼 房地產的這些投資 或是他相關的這些指數 基本上還在持續算新低 簡單講就是什麼 房地產看起來 我即使用了這麼大的力量 想要去救房市 但是怎麼樣 看起來這個坑還蠻大的 他沒辦法怎麼樣 讓他立即的效果立即顯現 所以我說房地產 目前我覺得就是 中國最大的問題 那當然我剛剛講 為什麼講的就是 為什麼他其實在整體的 這一些房地產 他會牽動這樣的一個 那個相關的消費走勢 我說簡單的講 我說這一次 包括的這些放水 要刺激房市裡面 最重要是什麼 我們講的官方放水 其實就是什麼 降息降準 在降息降準的過程中 你是翻到紅色綠率 其實就在降準率 你翻到綠率一直往下走 OK結果怎麼樣 結果本來預期把這些錢 都移到希望移到刺激去房地產 實體經濟 結果你發現到什麼 這個藍色的線就是什麼 君米的定期存款 他給定期存款一直往下 簡單來講就是什麼 他都把錢 我拿到錢我就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 不消費 他沒有轉化成投資 他也不能去消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下面這張圖很清楚 我跟你講這是總體房價 基本上跟什麼 跟消費者信心的一個表示 這個還是往 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後遺12個月 簡單來有一種 它有領先的關係 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這一些柱狀圖的部分 是總體的房價 OK 紅色的線是 他的一個消費者信心 你發現到什麼 當你今天你的整體的房價 高的時候 消費者信心就高 對 如果今天你看到 現在整體的房價還在低點 低點的時候 大概就沒有消費經濟 對 目前的整體的消費力道 還很疲軟 所以我說其實說真的 你今年還是要看 中國經濟的時候 如果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基本上如果除了房地產 我覺得是最大的問題 但是你要擔心 他會不會接下來又引導到消費 因為如果假設前面 我們說消費是中國經濟 最重要的帶動來源的話 假設現在被影響到了 那我覺得明年中國經濟相對來講 可能就有一些隱憂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 現在十月已經來到十月的中下旬 現在是佈局集團股的好時機嗎 先休息一下 稍後了解 好 現在已經來到十月的中下旬了 那麼集團作帳行情 現在看起來是有增溫的跡象 像是聯電集團 聯發科集團 要請教委聊 現在是佈局集團股的好時機嗎 是 不過選集團股 其實也是有當中的Makeout 關注三個焦點 第一個集團的持股比例要高 持有越多 其實拉抬才會產生 所謂一個最大縱效 第二個要由重要人物領軍 比方說那些大咖大人物 如果他擔任總經理或董事長公司 是不是市場買帳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也會給予比較高的本益比評價 第三個產業趨勢要對 這個才能夠獲得最多投資人 不管是大戶或者是法人的認同 我們講最近的聯家軍 廣泛來看 包括聯電跟聯發科集團 我覺得有一些公司 其實你從現行的走勢上面來看 它已經就是越墊越高 呈現這種多頭的態勢了 其中我覺得聯電集團 重點可能不在大家長 而是旗下的像聯陽 聯結 原相 資源系統 重點不在聯電身上 對 但是聯發科不一樣 我覺得聯發科的本尊也很有戲 聯發科自己就很有戲 對 尤其其實台積電也講到 這個手機市場也在復甦了 對 所以包括他領軍的 當然你喜歡活潑一點的 像楊智九陽 玉太 還有新同學達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常說人對了 事情就對了 那我們來看 其實洪家聰是聯電董事長 但是他目前算是整個 半導體業界的算奇葩了 因為一個人身兼三家聯家軍的董作 包括就是聯電 還有就是智原 還有最新接下來就是系統 那我們看其實他在2008年的時候 接任了聯電董作之後 你看整個股價的走勢 時間拉長之後 大漲了九點九倍 這很驚人 對 原本只有六塊錢 那再來我們看智原 他印象中現在智原是什麼公司 高價 三四百塊的公司 其實他接任的時候 根本有點像是燙手山芋 幾塊錢上來的 股價才22塊錢 所以如果當時22塊錢 跟你說有一天他會變400 大家一定不相信 因為我覺得 剛剛前面來賓有講到 人如果沒有夢想 跟鹹魚沒兩樣 那我必須要說 如果你碰到的是豬 你不要跟他聊夢想 因為他關心的只有飼料 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 現在你剛剛提到這個答發 但是為什麼掛牌之後 就破發了 我們先看 胡家聰接了系統董作之後 現在股價已經漲了一段了 可是你覺得他的多頭 會不會在此畫上句點 我認為是未完待續 在後續你就要看 他推動轉型往IP發展 他後續也實質上 有什麼樣的成效 那至於講到聯發科集團裡面 這個新同學答發 那我們講週四是第一天掛牌 中籤的人校 我覺得後面可能會有驚喜 因為你看 事實上他第一天爆大量 那代表什麼 原始股東他當然可能會賣出 可是過去沒有買的人 進場的意願也非常的強烈 那我認為通常掛牌第一天 誰會賣出 大家看 這是包括他在新貴時期的股價走勢 所以以前在新貴所投資的人 全部都不會賺錢 對不對 沒有賺錢狀況之下 你不會殺低賣 所以只有一種人會賣 長線股東 他的原始的成本可能只有 也許30塊 20塊 甚至10塊錢 所以他隨便怎麼賣都賺 但是新股掛牌前面幾天 籌碼消化完畢之後 我覺得後面就有機會往上 所以他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那答發 事實上聯發科的持股 就高達了76%以上了 所以我們講集團持股比率很高 他絕對不容許他失敗 那況且他目前在AI物聯網跟網通基礎建設部分 其實有很多領域都是在全球高居前三名的 包括就是真無線藍牙耳機部分 他是蘋果的供應商 所以我認為這家公司 大家不妨去追蹤一下 籌碼消化完畢之後 會不會他收復這個當時的平台區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注的是 現在流行這個月月配的ETF 但是到底該怎麼挑選呢 先休息一下 稍後了解 好 最近月月配的ETF很受到市場關注 不過我們說0929 934 936 請教友明哥到底該怎麼挑呢 好 929當然是最近最紅的 那934跟936最近都在募集 那為什麼月月配這件事情 會變成一炮耳朵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第一個 就是兩腦在你不如一鳥在手 所以每個月都可以拿到利息 如果說對有一些人來講的話 月配的話就大額的人買的話 其實二代健保可以扣 還有一點很重要 當你大額買 每個月可以配息的時候 你適不就好計算 比如說你有水電費要交 或者是你有什麼費用要繳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個配息 所以很多人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去想這樣 當然00929一出來之後 你看它基金規模 已經暴增到400多億 接近快500 然後市值已經快要衝破千億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因為它裡面的持股成分是40檔 主要是集中在科技類股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說 它調整一年只有一次 好 等一下我們來講 這件事情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另外00934最近在募集 預計11月1號 基本上它的經理費跟保管費 都還滿便宜的 然後它鎖定的也是200檔 然後它是50檔 然後一整年下來的話 大概有4月跟9月 它可以去做一次調整 它強調的東西就是 第一個叫高股息 第二個就是成長 等一下我們也會說 00936的話 既然名字叫中小 它就是鎖定 扣掉T50所有的中小型股 而且它非常集中只有30檔 然後一整年 6月跟12月也可以調整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大PK 就看看這幾個裡面 到底現階段 什麼樣會比較好 我的結論等一下我跟各位講 我覺得00934比較好 因為00929先 對 00929先出來 所以00929的缺點 00934去改進它 對 所以它就知道說 這個玩法上面來講的話 它可以在制度上面設計得更好 我們先來看看00929 當然它的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半年下來了 所以它是不是就有所謂的平準金 那平準金的話 其實就很像是一個 大水庫裡面的調節池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只是 今天進入買進的人 我想要卡明天要配席 事實上我那個基金規模 我根本還沒有賺到錢 我怎麼配給你 我當然是從以前 有賺到的錢裡面 存了一筆錢 然後再從裡面提撥給你對不對 但是等到我以後賺錢的時候 我要再把錢放回平準金 這樣子可以維持 我們的配息率 維持一個比較固定 但是它最大的一個缺點 就是一年只有一次 在6月份換股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變成非常非常的 被容易狙擊 為什麼 因為00934 它是一整年下來 它有兩次換股的時間 第一次的話 它是在4月份 也就是它去換一些高股息的 它去卡除息 然後等到了9月份的時候 有一些個股不是已經填息了 然後息也拿到了對不對 它就把它賣掉去換高成長的 然後高成長的操作到 隔年4月的時候 再把它賣掉換去高股息 所以它就是一直這樣輪 為什麼我說00929容易被狙擊 因為到了9月份的時候 如果00934跟00929 有股票重疊的話 00934搞不好會去砍 它換股的時候 它去砍 砍00929的股票 可是00929 待在那邊不能動 因為它6月換了以後 它不能再動了 要隔年6月才能招換 要等一年 對 這個就容易被狙擊 那00936 因為它是中小型的 但是我覺得它其實大後大壞 因為就是鎖定30檔 又很集中 又是中小型的話 對 波動比較大 所以每一個人的需求不同 就依你的需求 來去看這三檔裡面 你應該怎麼布局 好 我們先休息 下稍後來了解 台積電在這次法術會 有特別提到 未來很多像手機PC 都會增製這個 類神經引擎 到底是什麼呢 先休息 下稍後來了解 好 在昨天台積電的法術會 有特別提到說 未來一到兩年 會看到更多的邊緣AI相關需求 要請教建勳 這當中特別提到 像是手機PC 他們會在裝置增加AI功能 像是類神經引擎 究竟什麼是類神經引擎 其實台積電 不只是我們的護衛神山 其實也是我們投資人的 一個投資明燈 其實台積電在一個月前 就講了一個矽光子的東西 就是在半導體的一個 在九月的半導體展的時候 對 就只是在展 講了這個東西 就過去的一個半月 都在講這個東西 那昨天的這個總裁 魏哲嘉他就特別提了這個 類神經引擎 或類神經網路 這樣的一個東西 雖然因為今天整個大環境不好 相關的個股沒有被帶起來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已經提了好幾次了 他在不同的場合 提過好幾次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在台積電外來 不會缺席的一個投資議題 也是這個趨勢 其實什麼叫類神經網路 它其實是一個學習程序 或是深度的學習 它有點像我們大腦或神經 深度學習 對 它會互相的連結 跟互相的 特別是 它可以適應 從錯誤中學習 然後再適應這個系統 我們想說這個邊緣運算 這不是已經停過一兩年了嗎 為什麼這個邊緣運算加AI 會變成一個新的應用 這看起來 他們已經有掌握到相關的商機 因為他已經明確跟你講了 我的客戶 我的需求 就從現在開始 而且我的3nm 從下一季就開始要量產 特別是像電腦的視覺裡面 以前我們也有一隻在開車自駕的時候 有一隻狗過去 我們那個是用特別的光打過去 再打回來計算它到底是 距離現在距離有多遠 距離有多遠 現在根本就不用 我等於像這個晶片 就有點像眼睛的概念 我直接一看就知道 它往這邊衝 所以我要煞車 這個就是視覺的概念 第二個語音的概念 我們現在不是很多 什麼Google都可以語音輸入 語音辨識什麼有的沒的 但可能未來 他可能聽到隔壁的人 在尖叫的時候 車子就自然煞停了 或者是聽到別的車子 在煞車的時候 就自然煞停了 所以這種語音